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纪凡西小羊皮205 这个系列呢很多博主都说是哑观 雾面 但我个人觉得这个更像是丝绒的质地 205这个色号比较偏眉红色的那种红色 薄图和厚图都很好看 而且很润 颜色饱和度很高 我拍摄时的灯光是暖色 有点偏黄 所以颜色有点色差 图片这个是日光灯下的效果 Charlotte Tibbury Walk of Shame 这个绝对是一个温柔挂的深豆沙红 暖暖柔柔的感觉 这个色号也是Charlotte Tibbury家的爆款 最火的颜色 薄图的话很日常 非常适合上学和上班的颜色 厚图也非常适合参加Potsie 是我觉得非常适合秋冬的颜色 它是雅光质地 不是滋润款的唇膏 但也不会觉得干 复古的金色包装感觉非常的有质感 Kelvin Klein 甜蜜奢华乳霜唇膏113号 Dangerous 这是一款绸缎的唇膏 涂起来滑滑的 比较滋润 是那种透出高雅亮唇色 网上说这个具有滋养成分 可以柔润嘴唇 膏体很软 很好上色 这个唇膏的包装就是非常朴实的黑色 这应该是我买其他产品赠送的唇膏 Mini Size 阿玛尼红管绝对是网红款 很多人推荐过 这个产品是哑光唇釉 是雾面的效果 但上唇后却一直有滋润感 饱和度和显色度都比较好 是非常高级的丝绒感 有一点点沾杯 但是掉色之后的唇色还是很好看 YSL黑管411唇釉 YSL圣罗兰这款唇釉 也是偏橘的红色 非常显白 不挑肤色 小麦色皮肤的妹子也可以考虑入一下 因为这是亮橘红色 比普通的橘色更显白一些 这款呢是比较复古的红色 实际更接近黄光下的颜色 总之就是非常美 是一款非常显色 非常正的红色 露面的妆感 持久且不沾杯哦 稍微有一点点干 但是颜色实在是太美了 I'm yours Pattern Finish Lip Color Red Cosset 这一支是类似圆珠笔的设计 按压式的 很好涂云涂开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颜色 有点像车里子的颜色 深紫红色 实在是太美了 是很润很润的唇膏 美中不足的呢是持久力一般 不过水润质感的唇膏 确实没有办法跟雾面的比持久度 但是美就足够了 But Joy's Rouge Edition Velvet 这支唇膏系列是Velvet 确实很丝绒感 哑光的质地非常持久 而且不沾杯哦 小胖丁长得实在很可爱 小巧精致 装在化妆包里 一点点都不占地方 新刷头是尖尖的 中间有一个小洞 非常好勾勒形状 这个唇膏的特点是 可以随着唇温变色 淡淡的紫色 高提 颜色非常深 但是上唇一点都不夸张 非常水润 适合见长辈哦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希望你们喜欢 那这十支唇膏呢 都是我秋冬非常喜欢的颜色 非常的好看 就很适合秋冬 也非常适合在过年的时候 涂就是很有节日的气氛 那我觉得初一到初七呢 每天换一种唇色 就好像换一种心情 那希望大家都有一个非常快乐 非常愉快的新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希望你们可以喜欢我的视频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下次再见吧